就在女星们扎堆恋爱出嫁的时候 蔡依玲竟然在年底和景荣分手了 二人已在11月和平分手 在当腾讯娱乐向蔡依玲方宣传求证时 对方回应称她值得更好的幸福 默认分手传闻 其实之前景荣在参加某采访时 就已经露出端倪 景荣的霸气结婚条件是 婚戒不离手 老婆贯福姓 夫妻财产共同拥有 这对不婚主义的蔡依玲来说 当然是不可能 所以即使有六年情史 二人也只好分道扬镳 不过二人既然是和平分手 分手后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的 只是从周董到景荣 到底着令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呢 她与王凯传出恋情 近日陈乔恩就一谋铁粉 在微博上互骂起来 看来乔恩也是挺忙的 原来是有位粉丝先发微博 质疑乔恩你都37岁了 还移偶像去真的好吗 这可把许多真爱粉们气坏了 之后陈乔恩亲自来开丝 直喷这位粉丝 你自以为动个屁啊 之后这位粉丝回复乔恩 称自己喜欢了她11年 本来是担心她的戏录 没想到竟然被喷成筛子 这话说的让所长微微熏腾一下呀 在翻看这位粉丝的微博时 发现竟然只有10条跟陈乔恩有关 甚至还有一条微博是黑乔恩壮脸 其他明星 呃这位同学你确定是乔恩的铁粉吗 不过看着你期待与乔恩相遇 把乔恩照片放进钱包里 聊天背景也是乔恩 所长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 只是没想到网友范微博的行为 竟然惹怒了这位铁粉 他表示他和乔恩互怼互骂 都是他俩自己的事 和别人没关系 此时一出网友们坐不住了 有发文力挺乔恩的 表示此粉一定是黑粉 也有评论称 乔恩你这么做太玻璃心 难怪多年没有进步 所长在这里要说句公道话 陈乔恩确实是偶像剧女王 没错的 而最近播出的鬼吹灯之《惊觉古城》中 趁乔恩饰演的摄影师 也是让所长眼前一亮 更有今天官宣的独孤皇后 所长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乔恩满满的气场 这霸气的人设 也不是什么偶像剧吧 如果说乔恩没有进步 所长可是不答应的哦 哎呀呀 小可爱比一峰 变身暖场王一枚了 只见在昨天的国局升典上 当镜头对着尼里峰峰时 峰峰正在偷瞄旁边乔恩的手机 被抓到现行后 峰峰露出笑容缓解尴尬状况 旁边的乔恩也羞涩笑了起来 谁知这波偷看还没停 在乔恩继续低头专宠手机时 峰峰更是养身邪厌又来了一波 热得全场温度直线升高 原来物理爱豆卖起萌来 也是够够的呀 这个抢镜新技能 所长是要给满分的 夫唱妇随好榜样 前几天 黄晓明发微博说媳妇来视察工作 先是在房车里不断吃东西 小嘴咀嚼着根本停不下来 吃完竟然还舔手指 吃货属性藏也藏不住了 据悉当天横电的温度很低 可后来baby还是挺着大肚子直奔城墙台阶去了 一步一步扭着往上爬 进入棚内透过监视器观看老公拍戏 这夫妻恩爱程度绝对爆表了 关小彤和杨蓉抢角色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好像关小彤心情并未受到影响 一言不合就在家里开启了直播 镜头前的她看起来脸很小 下巴很尖 网友就质疑她是不是正容了 于是乎关小彤找到二姨到镜头前 1700万网友看好了 伦家可是纯天然地 直播中关小彤表示不愿意说体重身高 但是关妈妈却说了身高172.4厘米 体重101斤 以这个身高对应这个体重 关小彤真的很瘦了 既然不胖 当然可以随心所欲的大吃特吃 关妹只不过淑女形象 一直啃着鸭脖鸭舌偶片 短短十几分钟吃了两盒 看着都辣呀 妹子你慢慢吃 所长得去喝口水压一压 昨天是冬至 周董周杰伦玩出了新花样 他在脸书上硬颈晒出汤圆照 但六颗汤圆上 竟然是六张自己的脸 粉丝惊呼 虽然是偶像 但还是莫名的惊悚 脸书上玩得溜溜的 再看周董那背后隐藏的小号 所长也是惊呆了 竟然有八个微博小号 MRJ台湾官方发的1002条里 他发过354条 在杰威尔官方音乐微博 发的113条里 他出现过84次 厉害啦我的轮 明明小工具有那么多话讲 可他宁愿在别人的微博里 加上杰伦二字 也坚持不申请一个自己的账号 这隐藏的也太深了 不过迷妹们也都习惯 在别人的微博里找你了 就别再和大家藏猫猫了 赶紧大威走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